今日金貓雷看到又出現有需要居家隔離居酒 檢疫的民眾失聯了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日前表示 截至九號為止 一共有六名需要進行 居家檢疫民眾卻失聯了 警戰署接獲通報之後 派遣了轄區警方積極在找人 而現在根據民政局表示 當中三個人是外國籍 另外三個人是台灣籍 那麼目前只有一個人主動聯繫檢疫單位 今天有沒有量體溫 李幹事一個個打電話 確認需要居家檢疫的黎明 沒有外出趴趴灶 也沒有發燒 如果假設如果事話打三次以上 大概間隔大概在二十分鐘內 打三次以上 如果住屋沒有接的話 我們就會啟動跟派出所 到現場去了解說 到底他有沒有外出 再三確認才算聯繫成功 因為不接電話 就無法掌握行蹤 但時候卻傳出北部地區 有接受居家檢疫的民眾 六人聯繫不上 目前居家檢疫是有六個人失聯 這六個人失聯 我們已經通報警政署了 有警政署再去找人 有中港澳旅遊史的民眾入境台灣後 必須接受居家檢疫 但截至9號為止 北部地區有三名台籍及三名外籍人士入境後 從衛生局里長到警方通通聯繫不上 日前曾有居家檢疫的民眾跑到便利超傷害的整間店必須封鎖消毒 儘管六人當中十一號上午已經有一名民眾主動聯繫 但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違反居家檢疫者將會被開罰一到十五萬 相關單位積極呼籲民眾還是別以身釋法 記者綜合報導